太强了 使与选手的宠兽 再次刷新了我们的认知 不管科学不科学 事情既然发生了 那就是合理的 寒露 古语两位解说 吃惊地看着画面中的水史莱姆 以及被冲碎的山岩 出神入化极威慑 威力堪比海啸的水枪 不仅轻松击溃了龙圈 却更是凭借水流的冲击力 瞬间击塌了一座山壁 将其淹没成湖泊 这还是水史莱姆吗 还是那个超凡种族的元素生物吗 这种级别的威慑 这种级别的元素控制力 说它是史莱姆王 我都相信 不 哪怕是史莱姆王 都做不到这种地步 史莱姆王 是史莱姆种族的唯一尚未生命 为君王种族 但进化方式未知 只有从一诞生就是史莱姆王的史莱姆 但还没发现进化成史莱姆王的史莱姆 何况 史莱的水史莱姆 就是正常的水史莱姆的模样 和史莱姆王把杆子打不到 真的存在这样的水史莱姆吗 两位解说求助于主席台三位大佬 他们想不明白 除非用水系的传说及资源 不然 一只水史莱姆 怎么可能强到这种程度 观众们也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史莱的宠兽 都这么离谱 同样的 全场哑然 龙宫城 只要是历史成绩及格的玉兽师 自然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东黄的海域能这么太平 多亏了龙宫城这样的庞然大物 那里是龙族的乐园 历代都有数尊龙王存在 震慑海域 海洋霸主 更是不计其数 史羽的水史莱姆 是在龙宫城契约的 听到这只宠兽有龙宫城背景 观众们瞬间沉默起来 能得到的情报是 史羽去过龙宫城 但 有资格去那样的地方的话 无疑有机会见到更多的稀有宠兽 甚至纯种龙族 这种情况下 史羽却知契约了一只水史莱姆 这只水史莱姆 究竟是 或许根本不用有疑惑了 因为刚才的战斗 就很好地说明了这只水史莱姆的强大 换作任何一个御寿师 都不会嫌弃这样的水史莱姆 太夸张了 说这只水史莱姆 是龙宫城哪尊涂鹏龙王的私生子 我都信 加一加一加一 我听说涂鹏及生物可以随意更改种族 这只水史莱姆 不会真是涂鹏后代吧 烦死了 JPG 我也想要这样的水史莱姆 古都大学观众席 封校长呵呵一笑 你们以为呢 大胆点猜 这可是沧海精灵的转身体 当然 此事事关重大 封校长不可能透露更多 比起现在 封校长看向了屏幕 他更希望有一天 在这只水史莱姆真正获得了沧海精灵的名号后 时宇依然能遇使他进行战斗 到时候 时宇知名 将能媲美那些东皇历代的传说 比赛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是什么体验 由于李秋没有心灵感应 听不懂速速的话 不会投降 毫无疑问被速速直接干碎了 一道泡泡技能 送李秋升天 紧接着 星辰之眼承担起善后工作 作为第一个被淘汰的选手 灵兜大学李秋完全是模模糊糊被接回东海竞技场的 甚至他被送回来时候 还都不知道那只水史莱姆是什么玩意 我这是 东海竞技场内 星辰之眼分身将李秋传送回来的时候 李秋站在场地上 感受着竞技场内十万现场观众的目光 茫然地看着这一切 李秋选手 此时 屏幕内也传出古语和寒露两位解说的安慰声 李秋选手不幸遭遇了十宇选手派遣出去的宠兽水史莱姆 一番战败后 被裁判判定为了出局 太遗憾了 看来 第一个被淘汰的选手 出现了 李秋选手已经够谨慎了 面对十宇选手引诱对手释放的香气 制造的动静 都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性 但可惜 十宇选手还是发现了他 并派出了一只实力可怕的水史莱姆 别管李秋了 好像又有人朝着十宇过去了 弹幕狂刷 李秋 我尼玛 你们两个解说 刚再说啥 再说一遍 呜呜呜李秋 我的李秋灵兜大学观众席 支持李秋队长的学妹们含着泪 道 那只水史莱姆浩墙好可爱啊 灵兜大学的校领导为之沉默 自家校队队长第一个被淘汰 他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李秋弱吗 宠兽成长等级方面 君王级 自然没得说 种族等级方面 高等君王种族 如果不算十语 目前九大学府学生只有高宣一人契约有霸主种族宠兽 所以高等君王就算顶尖一批了 自然也不弱 再加上 李秋可以通过开发的不错天赋将宠兽的能量值强化到200万多 在九大学府的大师及选手中 绝对称不上弱 所以 完全特喵的是对面太变态了啊 此时 李秋显然也一时了过来 自己身上经历了多么男抹女类的事情 李秋听着十语派遣出去的水史莱姆第一个淘汰等关键词 并在屏幕上看到了毅力于巨岩之上看着天空的水史莱姆 目光 心态缓缓从茫然转变向炸裂 表情 也逐渐争鸣 啊 草 那只水史莱姆 是十语的 灵兜大学的校领导头去宽慰的目光 不要紧不要紧 只要接下来其他学校一样惨 就没人会在意咱们灵兜大学了 看 其他学校的倒霉但 这不也正在朝着十语和参宝宝的方向前进吗 事实上也是如此 距离十语比较近的 有一个算一个 都挺倒霉 李秋不会是最后一个 此时 唯一让灵兜大学师生比较宽慰的是 又有一道身影 在逐渐从东方接近十语的方向 显然也是被动静吸引过来的 是神兜大学的校队副队长 楚一昂 灵兜大学校长语气中 带着喜悦 而神兜大学一方 看见自家选手第二个赶来 顿时面色一变 那是一头有着类似金色王冠的独角 强壮身躯长着金黄色羽翼的巨大龙溪 他飞行在半空 粗糙身躯上坐着一个四尾头青年 此时 与龙和青年 正在疑惑地交流 吼 不会有错的 是雷电系天才地宝 吼 雷系天才地宝的诞生 往往伴随雷霆 这个味道 这个阵势 绝对会是七级以上的资源 羽龙疯狂给自家御寿师种草 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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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得到这个 比干碎十只君王及凶兽都要赚啊 赛方还安排了天才地宝给选手争夺吗 莫非是想靠这种方法激发选手矛盾加快比赛速度 如果是这样 附近说不定有其他选手也会被吸引过来 不能大意 小心一点 而楚一昂 也信了羽龙的鞋 两者小心翼翼地摸了过来 是雷关羽龙和楚一昂 名称 雷关羽龙 种族等级 高等君王 准霸主 成长等级 君王级 不妙 那个方向是 众多神都大学师生对照后 沉默地发现 自家的选手 楚一昂和他的宠兽 正在向着十语的空想之蝶所在方向飞去 如果说 在这之前 提起十语 人们最先想到的有关十语的宠兽 绝对是空想之蝶 这个让十语 被评价有传奇之姿 在化蝶大会上 在四语大会上 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光芒的宠兽 没想到 比赛才过去半个小时不到 就接连有选手进行遭遇了 不得不说 十语选手的战术 起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根据我们的观察 大量的选手 都在向着这个方向聚集 其中 神都大学副队长楚一昂 是继李秋选手之后 第二个即将和十语遭遇的选手 两位解说很激动 还是头一次解说这样的全国大赛 他们也承认 十语是真会玩啊 这种直接向所有选手 凶兽开战 告诉对方我就在这里的做法 太粗暴了 不过 即将和楚一昂选手 他们遭遇的 并不会是十语选手本人 而是 他派遣到这个方向的另外一只宠兽 空想之蝶 对于空想之蝶 大家肯定不陌生 这是十语选手的代表宠兽之一 为中等霸主种族 精神 空间双细的强大蝶类生物 不知道他和楚一昂选手遭遇后 双方会摩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离岛 半空中 楚一昂正在乘坐雷冠与龙行进 忽然 他们猛然停止 雷冠与龙和楚一昂 都瞬间露出凝重的表情 吼 雷冠与龙的雷冠 就宛如一个雷达 可以通过电磁波感受周围的情况 刚才一瞬间 他们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空间磁场波动的变换 有一个实力非常强的凶手 正在袭来 翁 楚一昂 雷冠与龙刚刚感知到一变 疯狂后退的瞬间 轰然 空间连一波动下 巨大的蝶类生物降临 体型达四 五米 带有强烈压迫感的巨型蝴蝶缓缓出现 它有着无与伦比的更巨大的双翼 整个赤面犹如蔚蓝的大海上 涌起朵朵白色的浪花 其颜色与花纹非常壮观 宛如艺术品一般 此时 这只巨型蝴蝶蓝色的天空一样的赤面边缘 镶嵌的一串亮丽的白色光环闪闪发着光 十分的耀眼与华丽 它降临瞬间 华丽的身姿 瞬间让楚一昂他们大惊失色 此时 重重内心欣喜 没想到自己还真幸运 这么快就遇到了奖金 重重很开心 楚一昂和雷关羽龙就不怎么开心了 空 响 之 蝶 卧槽 附近果然也有其他选手被天才地宝吸引过来了 这只宠兽 这只宠兽是 时宇的空响之蝶 个人赛总共就21名选手 楚一昂几乎把所有选手的已知宠兽资料倒被如流了 更何况是重重这样的明星宠兽 他直接瞬间被楚一昂认出 离开时雨后 由于是要去战斗 重重也就恢复为了常态 所以对方认出他不难 不 比起常态 准确来说 现在叫战斗状态 空响之龙加深的战斗状态 目前 重重正在做把空响之龙状态转变为常态的训练 相比十一他们的爆发剂 他的空响之龙 只要不借助高级道具超越极限的爆发 其实如今负担没有那么难以承受 使用起来比十一的内敛锋芒 赤童的万剑归宗 参宝宝的时间果实都轻松 最主要的是 转化为龙的体质后 他可以特意放大某一种龙族的优势 比如恢复力强大的龙族的优势 来弥补自己的续航 如将自己的体质转变为天空龙神的体质 光是吃空气 都能恢复体能 当然 以虫虫现在的能力 肯定做不到完美转换 但哪怕复刻一丝体质 他都是受益无穷 这都是观想龙神像带来的好处 让虫虫有了各种趋近完美的选择 如果说 虫虫自己是生命力 极低 能量值 中等 体魄 极低 的话 那么空响之龙状态 他就是生命力 极高 能量值 极高 体魄 极高 凶残无比 如此凶残的素质 自然让敌人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 一瞬间 楚一昂也没废话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没看见玉兽师 但他立刻如临大敌 转头就跑 我才不跟你打 如果是其他选手 他或许还会打打 但是时雨 他看不透 空想之谍 作为这次比赛为数不多的霸主种族 傻子才硬碰硬 不过 楚一昂似乎也觉得 只跑没什么用 所以雷冠羽龙和他转身瞬间 他们和空想之谍之间 几乎是请客出现了另外一只雷冠羽龙 快看 楚一昂选手和时雨选手的空想之谍碰面了 但是 楚一昂选手似乎没有战斗的想法 而是立刻转身就走 不过为了阻挡空想之谍 他使用了自己的玉兽天赋分身 分身这种玉兽天赋和宠兽的分身技能类似 但又不完全一样 通过这个分身天赋 玉兽师可以制造百分之百完美复刻宠兽实力的分身 不过 这个分身的维持时间 取决于玉兽师的体能 眼下 新出现的雷冠羽龙 显然就是楚一昂选手的雷冠羽龙的分身了 虽然是分身 但是一样 拥有着完全相似的力量 不知道这只雷冠羽龙的分身 能不能为楚一昂选手的战术性撤退 争取一点时间 屏幕中的画面 转眼就变成了雷冠羽龙和空想之谍的对峙 观众们深呼吸起来 大部分人 只听说过空想之谍的名头 但是 却还没看到他战斗过 精神 空间 这两个属性 能摩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只有帝都大学的部分观众 想到了一些不好的回忆 为了给楚一昂争取足够的时间撤退 这只雷冠羽龙上来就全身萦绕起蓝紫色的气焰 向着空想之谍袭来 吼 猛的 雷冠羽龙飞行速度变快 释放出一股让空气都震动起来的气息 刺来一声 破空而去 飞行速度化为残影 同时全身的蓝紫色雁光涌动 全身的雁光带动了雷冠羽龙的飞行 充满杀意的气息掺杂了雷冠羽龙的信念 看到这一幕 观众们立刻认出这个绝招 是超阶技能 龙之冲锋 两位解说道 可以造成物理 元素双重伤害的龙系大绝招 龙族武与伦比的体魄 配合他们独特的龙之能量 龙系技能向来是破坏力的代名词 赤裂的蓝紫龙形身影 来势汹涌 龙之冲锋虽然是龙系技能 但是却还带着一些火焰 雷电性质 很容易引起灼烧 麻痹效果 是十分具有威胁的技能 这种强大的招式 对于虫类 尤其是蝴蝶这种脆弱虫类来说 绝对是千万碰不得的 哪怕是霸主级的蝶类生物 都不会愿意被君王及龙族的龙系技能攻击到 这一点 观众们都明白 所以 他们也下意识判断起接下来的情况 然而 就在大家以为空想之蝶会用技能暴力反击回去 或者通过诡异的空间系躲开的时候 令所有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空想之蝶在原地没有动弹 完全无视了龙之冲锋的雷冠与龙 就这 虫虫很想鄙视对方绝招的威力 连领袖不用技能的力量都比不上 空龙状态下 他用其他技能 都是浪费能量 轰 因为重重的无视 任由技能撞来 天空中顿时传来巨大的爆炸 只见 雷冠与龙的身躯 浑身颤抖地撞击到空想之蝶身上 但是空想之蝶 却稳稳飘浮于天空 纹丝未动 刚才就仿佛是一只蚂蚱 去撞像一头大象一样 根本没能对其造成丝毫伤害 感受到巨大的反作用力 感受到身躯的疼痛 雷冠与龙分身瞳孔一缩 内心被震撼得无以复加 这一幕 同样震撼到的还有一堆观众和两位解说 卧槽 什么情况 蝴蝶肉身硬抗了龙系生物的大绝招 星辰之眼 给爷拍仔细点 镜头拉近 卧槽 真是肉身硬抗 我举报 这根本不合法 这一刻 所有看着直播的玉兽师纷纷震惊 接下来 更为震惊的一幕发生 只见空想之蝶目光瞥了一眼雷冠与龙分身 随后 右边的一微微挥动了一下 肉身接触到了雷冠与龙的身躯 下一刻 雷冠与龙的身躯直接凹陷了大一半 仿佛是一块巨石暴力压到了血肉之躯上 几乎是顷刻之间 雷冠与龙的瞳孔便完全泛白 在虫虫这么一拍下 身躯如急速坠落的流星一般 朝着地面的森林下去 轰隆隆 烟雾生疼 被砸得坠落的雷冠与龙 直接化着地面 拖出一道深深的长沟 接连撞翻了数十棵大树 底边的声音才算安静下来 全程没有能量波动 都是重重靠身体力量完成 这个画面 直接让不少人呆滞 雾草 蝴蝶 一巴掌扇死了巨龙 这 是蝴蝶 专精蝶泪 天天哭弱的花传奇 表示严重抗议 两位解说也是目瞪口呆 与此同时 远方已经走出一段距离的 楚一昂 感受到雷冠与龙分身的情况 大脑顿时一阵轰鸣 目光中充满了匪夷所思 不可思议与惊惧 随后 更让他目光炸裂的一幕出现 只见隔着无比遥远的距离 他和雷冠与龙的身躯 猛然被凭空出现的蓝色念力光芒定住 吼 急速飞行的雷冠与龙 立刻大声咆哮 但没有丝毫作用 紧接着 在楚一昂惊恐的表情下 他和成奇者的雷冠与龙分开 随后 在念力的控制下 轰的一声 雷冠与龙本尊也被从高空中砸向地面 轰隆隆 烟雾再次生疼 这次力量更为强大 依然是拖出一道深深的长沟 长达百米多 接连撞翻了数十棵大树 底边的声音才算安静下来 烟雾萦绕的森林 宛如刚刚砸下两块陨石般 狼藉不堪 天空中 被定住的 此时连空想之蝶身影都看不见的楚一昂 直接吓傻 生怕自己一不小心被空想之蝶捏爆 我尼玛 认输 投降 放开我 又 又 又一个 同一时间 看着时宇的空想之蝶 如此轻松地又淘汰一个选手 观众们口舌干燥 同情楚一昂的同时 更加深感时宇实力的恐怖 这只空想之蝶 实力更特喵得不科学好吧 这尼玛是精神 空间系 这个身体力量 确定不是精神 空间 龙三系